草莓小哥迎来草莓季 面对激烈竞争 他如何推销自家草莓呢 养猪之路不容易 大病之后遇疫情 如何通过直播扭转人生 康平兴起了一种新型的养马模式 改良马到底有什么用途 这个产业前景怎么样呢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一彤 一颗看似普通的草莓背后 蕴藏着从种植到销售 一整个服务链的努力 一般的草莓种植户呢 从一月份开始 大批量的销售草莓 但是今天主人公草莓小哥高一 他的草莓销售季比别人来得更早 2020年对于高一来说非常特殊 咱们也一块去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首先继续来关注肯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立即暂时建议 继续我们就痛远 大家都会滑起来的 你看加油 加油 坚持挺重 我打电话你都不接了 以前你 我哪个呀 没想到你能过来 我到家了 想借用电商销售渠道 来帮助我们镇的部分质销的农产品 逐步的去讲解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我叫高一 是一名买草莓的小哥 坐标东岗市孤山镇 年龄二十七岁 六年前我从开挖掘机转行 开始种起了草莓 看似一杠一柔毫不相关的两个行业 其实都需要过硬的基础 都说不会拍端子的种植户 不是好销售 2020年因为疫情 我开始了有点不一样的想法 草莓 作为人们冬天里食用的高端水果 仅在沈阳八夹子水果批发市场 东北最大的水果集散地 年吞吐量就可以达到上百万吨 截止到今年 中国消费者的草莓食用量 更是位居全球第一 东港地区大概有近几十万座 大大小小的草莓大棚 今年疫情就有感觉 就是基本上停运了一个星期 接近滞销的状态 我们就去卖个口碑吧 价格低了一些 确实没赚钱 可能也赔了一些进去 在2020年初 经历了一场揪心的销售战役之后 高益四处学习 把冷冻苗的技术带回了家 和往年植栽苗不同 11月初 他家的草莓正式上线 足足比同产区草莓早一个月成熟 很快高益召集来他的发小们 有从事婚礼跟拍录像的 还有一起搞草莓销售的 他们想趁着别人家的草莓 还没下来 进军短视频领域 你光做账号光养粉丝 现在草莓家正好的时候 别人家没有 只有我们家 对对对 我现在卖什么时候卖 就像养粉丝 我是请你们过来 帮我拍视频 现在就是 我是这么好吃的草莓 你不现在卖 咱咱们卖 我现在我是老板 龙哥 我也是请你过来 抱我眼睛断了 我没有任何意见的 不是 研究好 研究好 找我回来 龙哥 我还是派 没有任何意见 龙哥 高益和小伙伴们 经常有意见 不统一的时候 可是这次龙哥的 愤然离席 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高益想积累粉丝 粉丝量够了 再开始销售草莓 而龙哥他们觉得 应该赶紧出手 卖高价 我们之间就是 经常这样互相的怼 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 这个视频的质量 包括可能过后 会为了要卖草莓吧 太生气了 有些事确实应该 征求你的意见 回来拍呗 下午有没有公伙 下午公伙回来 我叫这咱们一块拍吧 把视频拍完吧 那什么小杆子 就是他俩一跑 你那个镜 你直接就NG了 你那个镜我不用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 今天你就见到了 拍摄搞笑段子 疯狂吃草莓的桥段 吸引来了上万次的观看量 高益又开始做起了直播 每天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草莓 快递单可以达到上千张 功不应求 就在高益向粉丝介绍的热火朝天时 突如其来的一件事 让他不得不紧急中断了直播 不是 我回家还发售 还发售了 我就 那那种草莓吧 就草莓杠下来弄点吃吧 就爱吃草莓 两岁半了都 回去都得九十点了 然后夏天的时候还好一些 夏天的时候不太忙 还行 只要一冬天 倒草莓整个半年的时间 基本上 孩子接受时间特别少 什么 草莓 草莓 发售了 我看 把它贴个脸 把它贴个脸 哎呀 六年前 高益放弃了挖掘机专业 专心种上了草莓 当年的他 一穷二白 销路全靠自己跑 送货全靠小面包 可正是这段难忘的苦日子 让他意外地收获了姻缘 是我觉得他 他就是卖草莓 我是他的客户 那时候就觉得 我小伙挺能干的 然后主要长得还挺帅 我觉得他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幸福的小两口 因为小女儿的到来 变成了三口之家 高益身上的担子 变得越来越重了 而陪伴母女俩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因为全方面要去 整草莓了 就没有空闲的时间 照顾我们 就是生孩子 自己带孩子的时候 是我最委屈的时候 哭过好多次 得兼顾家庭 孩子 这边还得兼顾事业 所以说就是 精神压力特别大 我去给我姑娘买鞋 自己孩子 多大脚都不知道 就感觉爸爸可能 没给他买过什么东西 左肩膀是家庭 右肩膀是事业 高益第二天又早早地回到了草莓基地 好在今年草莓开门红 行情特别好 这赛福国在了二百零无尽国 我今天卖一万多元 就这一个多点的时间 对呀 卖一万了元 银行的贷款 就是没有负债了 见到的收益 应该就是都可以说 都是自己的了 是个转折店 跟我媳妇换车了都 我觉得2020年 经历过这些东西 在我这个年龄来说 我觉得对我应该是 成长特别快的一年 疫情 销售 然后家庭都赶在这一年 2014种上草莓 2015扛起了家庭的担子 2020遇上销售难题 开始转型 那些鼓励我们 怎么说呢 很重要 很不好 也很好 正在转型 在电商平台上 是要进一步的销售 继续会更好一些 咱们东港的现在的草莓 在全国市场 已经打开了一个品牌 也是这么决定的 以后也是在这个 农业方面继续走下去 尽可能在这一两年之内 赶紧转变去成为 说种植方面的主力局 创业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因为要经历很多风险和考验 铁岭吊冰山的养猪户 刘海霞 今年因为疫情 家里养的很多藏香猪 一下子没有了销路 难怪面前 他会顺利度过吗 咱们一块来看看他的故事 2020年对于吊冰山的 刘海霞来说 注定是特别的一年 原本是养猪户的他 如今拿起手机 坐上了网络主播 养猪是个脏活累活 人家养猪穿的衣服 可都是迷彩的 扛灶的 可咱看看刘海霞这一身形头 我的鞋又时尚又保暖 我喜欢这种亮晶晶的 我这纱金和这个手套 都有这种闪闪的 因为我现在不管养猪 有时候还在快手上直播 也不能说给我们养猪人丢磕 也一样该美就美 眼下这天是嘎嘎冷 可这也抵挡不住 刘海霞做主播的热情 从今年三月份开播到现在 刘海霞比去年多卖了 三百多头藏香猪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可以定年猪啊 毛筋二十五 都是养一年以上的 猪肉是五十一斤 如果你想养的话 也可以养小猪啊 我家常年出售这个 小公七百米啊 小母八百米 你说那个直播平台 虽然人数不太多 但是我直播以后 就能有二三百人都来我家看 但是他们要是来的话 都是对藏香猪感兴趣的 所以说那购买的力量 还是比平常大了很多倍 刘海霞养猪养了六年了 家里的十五亩地 散养了一千多头藏香猪 从养猪的那一年起 它就没操过心 因为藏香猪的那个抗寒 抗病能力非常强 而且看着我们这地方 是我们村子的最北边 一三半水了啊 后边就是山 那个环境特别好 空气也好 所以说这特别适合我家 这个散养的藏香猪 养猪地点人流少 环境好 藏香猪还皮是好养活 刘海霞养猪的头几年里 那都是顺顺利利的 可自打去年春天开始 厄运便接二连三地 降临在了刘海霞的家里 四月份的时候 我老公得了轻微的脑梗 也住院了 完了我是七月份 也是因为肋风湿 引起的心脏不舒服 也在那个医院 休养了一个多星期 嘴已经歪了 说话不清楚 往事走道也不行 如今刘海霞和丈夫都倒下了 儿子得知之后 二话没说就放弃了 公安局特警的工作 回到老家养起了猪 那当时不能要工作了 就是如果要工作的话 那家不没了 不后悔 最起码那个 回来能照顾这个家庭 然后那个照顾父母 关键时候 儿子撑起了这个家 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 刘海霞和丈夫的病情 慢慢建好了 可全球又生了一场大病 疫情让身体健好的刘海霞 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再加上疫情 除去拉凉也都费劲 所以说我们也想放弃了 因为猪那公共已经达到 一千三百多头 疫情那段时间 除了本该出栏的猪 天天高兴 吃吃喝喝 刘海霞一家子 是谁也高兴不起来 如何把猪卖出去 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儿子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那就是开直播 把猪先预定出去 开直播就没有人 怎么都没有人 就是比如说 那个那边不能发红包吗 发红包都没有人 刘海霞也想尝试一下 刚开始为了直播吸引人来看 一直省吃俭用 不舍得买新衣服的刘海霞 可是下了不少本 黑色的黄色的 橘黄的紫色的都有 一天一件 对一天一件 衣服没少买 可还是那么点人 于是刘海霞把镜头更多的 放到了藏香猪身上 为了做好直播 他甚至专门建了一个玻璃房 就是为了我直播的时候 登峰岛里吸引小猪 而且每个方位都能看见 想看哪一边 就是可以都能照见 这里得准备点石 为了吸引他们 想法不错 可真到这里面直播的第一天 刘海霞就后悔了 他们来了就是一片 因为他们是群聚的 门一来就是一片 这门都给我拱坏好几个了 都给我拱坏了 我也挺害怕的 折腾了一六十三招 也没有多少人来看 直到有一天 一条自己拍摄的短视频 突然爆火 让刘海霞开了窍 看看这个上热门的 点击量达到了十四万 因为这个一路小猪 猪宝宝和猪妈妈 这个呀 这个我也是为了美观 因为我有风势 吃了很多的激素药 这可把电源大柱都给整蒙了 这节俩到底有一点啥呢 咱们一块来看今天的黑土地小剧场 你俩都瞅我一个多小时了 到底买啥呀 我吧 就总讲我真的有点毛病 那你有毛病你不看你这呗 啥玩意我有毛病 我是说呀 总讲那包你吧 有点毛病 有毛病有毛病吗 那包你都送回来 那有毛病有毛病吗 今年32322的明年咋整个明年耗毛病 那我不就麻管 那咋的 那你哪个来着了 以后我们黑土大集的专家 他就来个 我妈 那可真行 哎 我们咋两个专家呢 好多大差你为啥呀 大叔你好 哎呀 真糟糕了 哎呀 哎呀 你好你好 哎呀 远大来的吧 都不像吗 一会可得赶紧来好介绍介绍 是吧 是呢 就他家的包你老得病 有病了呀 我玩家吧 一挡一大片全挡 不知道是咋回事 完了还有个啥呢 那同众一亩地呀 那DID那包你还家 就没有别的家 那长地就好 就照比别的家的地 打两打就啥 那你说咱们选择一个 好的品种 抗导服的 也根据它的种子密度 会造成的导服现象 你种密了 容易导服 种稀了 长得壮 根也好 这样的话 那个导服的也少多了 再有一个 我娘那块地包 就特别爱出乌蜜 你说这是传染的 还是种子没学好 长乌蜜的话 这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你这个地呀 去年和前年 它就有那个乌蜜现象 这个菌呢 就存在这个地里了 那这样的话 它会传染的 今年还会得的 第二种现象的话 你的种子 种子它带菌 买的种子不对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大家的问题了 我一一给大家解决 种子买的好种子 完了之后 包上好的种类剂 尤其国外进口那些 带有杀虫剂 杀菌剂的好的种类剂 张老师 那你说这意思 还是说这个 包米品种有问题 是啊 中规来说的 选择品种是很关键的 那我今天就给你带来 一个最好的品种 强细五八斤 这个品种我测过产 但那年的话 我测产这个品种是 达到两千四百多斤 一般年头的话 就两千来斤 就蹲两千的产量 非常优秀 这品种呢 根系好 根系特别壮 两层七层根 跟扎的比别的 比别的那个品种的话 要扎的要深 根系好 它一定要看到 猪形好看 老百姓呢 选择的 就可以选择一些 种密带的形 种西带的形 种到好地上 它产量自然然高一些 但中规的话 它在破地上 它比别的品种也优秀 哎呀呀姐呀 这好品种 咱俩今天得早点慢呀 行呀 你给我定点 不是 咱俩没看见 买这个品种的呀 这是咱公司 最新的一代新品种 别的地方 肯定买不着 你买不着 你说那热闹 咱们走 你都要定 这个品种啊 你们真想买的话 上哪买呢 中国石油的 放心农吧 才能买得到 别的地方 一定买不到吧 来中国石油加油站 放心农吧 买放心农资 专家上门售后 种地更省心 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锦诺6A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我是鱼儿 今天是农历的冬月时期 二九的第二天了 那今天咱们全省都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 北风或者西北风呢 在三到四级白天的最高温度在零下十一到零下二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温度在零下二十三到零下七度之间了 那估计啊 这个冰冻模式呢 会一直持续到新年的到来 全省大部分地区啊 也将迎来2012年以来最冷的一个新年了 那了解过了天气 咱们再来看看乡亲们都有哪些问题吧 这位观众问到啊 我呢是辽西的 有没有适合辽西地区种植的抗旱抗虫好的玉米品种呢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帮他推荐一下 我给大家伙推荐一个啊 非常抗旱的一个好品种 叫省农大DSE 省农大DSE啊 经过咱们三年以上的四点种植 还有咱们农户的大面积种植呢 总结出来这个品种呢 它是一个非常抗旱的一个品种 比如说自己家土地条件比较差 比较激薄或者是地区啊 常年都比较干旱 咱们可以选择种省农大DSE这样的一个品种 它在抗旱表现的能力呢 是非常的强的 因为它的地下根系啊非常好 扎地也扎得非常深 能更好的吸收地下更深层的水分和养分 省农大DSE啊 它的生育期呢是127天 像咱们辽宁省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植 但是咱们在实际种植的过程中呢 一定不要抢伤 根据自己呢 实际的地区地温的情况 选择播种的一个时间段 要想种植后期表现好 咱们首先呢 要保住这个种植 苗的前区它的发育要正常 所以说一定要在地温达到10度 持续一个星期以上 然后咱们再进行播种 省农大DSE抗旱抗导能力强 适合激收拖粒 粮制可以达到一等粮的标准 适合比较干旱地区 种地大户选择 还有一位观众说 有没有广式性强抗病抗导服的玉米品种 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给他解答一下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经过我们两年大面积推广 表现都非常突出的一个品种 它是两元三八八 它的四个面积是非常广 虽然我们整个梁宁省 还有吉林啊 黑龙江 第一二吉文带都可以种植 尤其是在我们沿海沿江地区 像大连的东港地区啊 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木宝鸟三千五 磅长啊 可以达到个二十五公分 它是在半密质品种那边 磅型非常大的一个品种 再有呢 就是它的米子 它的米子 比原有的细枝大磅 要好得多得多 它是一个脚趾粮 再有呢 就是我们两元三八八 抗性是非常好的 第一呢 它抗岛 去年的市场台风 梁宁市场台风登陆 我们两元三八八 毅然直立 没有出现岛湖情况 第二个就是它抗病性 抗清湖病也是非常好的 去年呢 大家知道 清湖病在我们梁宁省市 大面积爆发 往年非常抗清湖的一些品种 都已经 有些都已经上了清湖病 我们两元三八八 没有上清湖 两元三八八 广是好品种 在今年极端天气下 表现突出 经历四场台风 依然屹立不倒 抗性强 梁枝好 下面我给大家 摆一个昆瑞五二的棒子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梁枝怎么样 来 大家看 棒子特别大 特别长 摆开看看 大家看看 来 这个脂粒深度特别深 它比正常的玉米脂粒 都要深一些 轴 很细 宽板凉 深麻糬 然后我戳下粒看看 来 大家看一下 看它里边 金颤颤的啊 在这个玉米的里边 胶质含量特别高 看 这就是为什么 昆瑞五二产量特别高的原因 因为它脂粒特别深 溶重特别高 特别压秤 好种 就是不正属 不属于一等地 本地属于是第二等地 那比如说 你说跟旁边的 我看这边应该不是咱家的 那这个咱们可以看一看 这边事实上是 算于雄面 咱们那个189的苞米 要扒了以后 它那个苞米羊 那个特别细 而且的橙色跟那个苞米的深度 照别压都高 这是1899 这个是我们邻居的苞米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 咱家这个你看 我们家这块都已经开始 这个灌浆 我感觉都已经灌完了 我们家这应该开始嘟粒了 都已经 这个还不是 还掐紫浆的 你掐紫浆的 哎呀 还在冒水 你看这个虾 那这个上秋如果说 今年要是上冬早的话 凉的快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不上冬的 要是秋双早的话 这个可能就 成的就不能太好了 在咱们吉林地区 这个遭受干旱影响 咱们这个运势期的时候 它果顺一般的都不是特别大 比往年的都要小 但是现在咱们来看 这个红硕1899 在咱们这个地块上看 它这个果顺 也是没有受汗清的影响 果顺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20 23公分左右 现在它的柱高 我们目测来看 基本上是在两米六七左右 看来这个在咱们这个地区的行业下 没有受影响 通过咱们这个观察比例 还有测评来看 这个红色1899 是非常适合咱们长存市周边地区种植 为了让大伙以最快的速度 拿到预定的苞米种子 我们黑土地的农资送货车是一刻也没停的 奔走在辽宁的各个乡镇 这次咱们是来到了葫芦岛市建昌县的药王庙镇 看看思雨给乡亲们送去了什么好品种 种地选种 咱别慌 黑土地服务到您家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葫芦岛市建昌县 药王庙镇的河湾村 您瞅瞅啊 我们刚到现场呢 就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乡亲们 已经聚集在这了 跟我凑凑热闹去吧 这么冷的天也没能阻挡乡亲们的热情 大伙早早的就开始为来年选购种子了 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种子呀 你卷的吗 没卷没种过这个 现在头一会儿 吃了新品种子 看四次 七零 四品一八零五 哦 选了这三种是吗 你家多少地啊 我家地小 我家有七亩多地 今年种的挺好 种的什么挺好 二七零 胡说二七零 挺好 今年是想种两个新品种 试一试是吗 所以今天想种点新品种 试一试 去年种 去年种咋样呢 挺好的 发生不小挺长的 我来的 往年都使养着 我听他说你这个包拔种好吗 就等你 都挺好的 就会一瞅那堆不大 都要出来的 这个包拔种挺好 今天就等你这包拔种去 过年还得买你包拔种 今年乡亲们选种子的时间 要比往年早一些 这又是啥原因呢 因为啥呢 我们这种子嘛 质量非常好 各方面表现的抗旱呢 抗虫呢 都是比较突出的 老百姓呢 对我们种子 认识是非常高的 认可 对 为啥说都想早上买的 怕后期买不到种子 去年就有这个情况 脱销的情况 所以说今天老百姓呢 够我们种子的 热度非常是挺高的 老百姓咋老是打电话 你看现在 就是还有好几份 还等着呢 我们一大起 都对生动家 老百姓对我们服务态 也非常满意的 咱乡亲们种地啊 就是图个好产量 好收益 种肥要是选不好 可是直接影响收成的 那到底啥样的包米种子 最适合咱建昌地区种植呢 我看今天就是选择 士兵1805的乡亲们 比较多哈 这个品种是非常适合 这个地区的吗 你先士兵1805 对于我们聊起 是十年九汗 不是十年九汗 甚至十年都得食汗了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 选个高汗汗 高抗虫 米子好的品种 像那个还有万一66608 这都是我们去年新推出的品种 在老网星 我们适用的这几个点 表现的都非常顶突出 这米子都是纯胶子的 这是深麻糬大粒的 小细枣都是 听完了咱们技术园的专业讲解呢 乡亲们都是心满意足的 把适合自己家地块的好品种 带回了家 有事您说话 咱们黑土地的服务 一直在路上 随时随地 就把好品种 好技术 好服务 送到您的家门口了 本期地头测评推荐 士兵1805 士兵1805属于半密质品种 适合播种9寸到1尺之间 生育期127天 小母宝苗在3500株左右 岁长22厘米左右 广式性强 不挑地块 地宝 保肥保水能力差的地方 应适当吸植 地块较好的地方 可以适当密质 咱们黑土地今年给大家严选推荐的化肥和玉米种子现在已经全部上线了 想买咱们黑土地推荐的好种好肥 在地方的农子店里是买不着的 那怎么来购买呢 微信搜索 聊是黑土大吉或者是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购买 或者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400681880102486528168 要是在省内的话 一袋包米种我们都会给您送货到家 辽阳灯塔市西大瑶镇有很多乡亲们 这两年呢一直是中爱沈农大L570这个品种 那这个品种到底给咱乡亲们带来了什么实惠呢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今天呢一同跟着我们的送货车来到了灯塔市的西大瑶镇 咱们来看看这个地区适合种什么品种呢 六两瓦嘞 还七两吧 七两哈 爷们你看这个磅能有多沉 六两七 六两七啊 大哥你说这个能有多沉 也就是六两瓦吧 六两八哈 你这个拿这个给它们摇一下 给它们撑一下 撑一下看一下 看这个这磅里多沉 高高的 多少 八两 咱们刚才已经摇完了 这一瓣是八两 在今年这种年份啊 前期汉 后期烙 沈农大L570在咱们的天津表现 依然这么优越 这一瓣是八两 技术员手里拿着的这个压秤脱水块的玉米大棒 就是张米玲大姐 去年在咱黑土地选购的沈农大L570 张大姐对这个品种啊特别满意 咱俩中你们都三年了 我还是咱俩那人就一直好好的 对谁特殊 好好的 咱们家的兄弟 今天就买了 他家去年中 塞了母的全是个黑土地买的 穿好 高产的 玩意的 利点 有后 算 玩意的小胡 挺细 今年的天气挺特殊的 王大哥家的玉米都倒了 没什么收成 买完了种子 一直在和张大姐交流经验 哎呀倒了可熟了 他们都放手了 就我那倒了 就我母的倒一棵没剩 全倒了 全这个倒地涨小毛鸣 捡老产了 白冷了 五百斤没打上 就去年家里 我今天听说 老曾说的 黑土地不倒 我今天买了酒袋 现在气温已经零下了 可是咱乡亲们买种子的热情丝毫不减 村里的乡里乡亲们都是遇到了好品种 互相分享和推荐 所以今年乡种了沈农大L570的乡亲们可不少 选了哪个品种啊 570 它有远度刮风 几乎它不倒 才能写来不舍 就最好 就不倒 您是头一年种咱们这个种子 我头一年种 您是从哪听说的这个品种呢 我就听拆盖里采访那个小老头 他给我推荐的 他给你介绍的是吧 对 你有没有去看过他们家地呀 我把那皮了 我就除这个蚝皮 蚌还挺好 我就今天我就买了 除苗是好啊 它除 哎 它空中的 就是这只还沾进 没有 那个下一辈辈的 都云流的可好了 嗯 素素好 要是以前咱种蚌的那包品种吧 你一收起有钱 那蚌子吊可侖子 哪都是 这次不掉瓣 买了570的品种 梁阳东部这边 非常适合 在他们这个地区 去年老百姓购买的 没有今年的量多 量多 今年都通过老百姓一家 介绍一家 就是说他们隔边买的品种 全都倒幅了 就是农埃朗 DID 咱们的570就是根本就没有倒的 今年就是开春 上半年没下雨 秋天雨水还大 它表现还非常好 还抗汗还抗烙 现在在咱们辽市黑土大鸡商城上 各类的苞米种子 还有化肥 花生肥也都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到商城上去逛一逛 还有很多优惠活动 大伙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如果说您在选购农资 或者是种植方面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热线 400-6818-801-024-8652-8168 辽宁卫视黑土地 把实惠和服务送到您家 在咱们辽宁养牛养羊的挺多 但您听说过养马吗 康平就兴起了一种新型的养马模式 公司回收 农户是直管养植 那么公司回收这些马 做什么用呢 养马的市场前景又如何呢 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吧 眼瞅着就要看着回头钱了 王大哥当然高兴了 要说在康平啊 过去有很多人家养马是为了种地 而现在机械化水平提高了 所以很多乡亲都放弃了养马 而王大哥之所以选择养马 是因为去年当地兴起了 一种新型的养马模式 养殖户与公司签约 用当地马与公司的精良马匹交配 繁育改良性马鞠 兽医每半个月都会上门 为怀孕的母马做检查 等母马收完小马鞠之后 养殖户负责养半年 然后公司高价收回 脖领很粗很长 你看提起来非常漂亮 它的裆部也很宽 那么它的后部 你看大家可以看 它的腰身也挺长 它的臀部很丰满的 很健壮的很壮实的 在我们节目拍摄的同时 也在黑土地 快手官方直播间同步直播 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 对这个模式也很好奇 而问的最多的 就是这些马将来要干嘛用呢 我们改良之后的马呢 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教练里面 要调教训练 要做一些拉力赛 大力士比赛 这是一个 二一个我们要专程的 要做这项玩马的产业 我们要繁育起来 要做三产 就是比如说 因为这批小马鞠子 它是一批公马 在它可能两年之后 很有可能会成为总共马 那么我们繁育出来的 回收回来的母马 将来以后 就比如说 我们做一些奶制品 包括一些马血清啥的 从外观来看 从体态来看 它的出奶力 肯定也是要高于 咱们当地马 甚至得翻几倍的 这些经过品种改良后的马鞠 如果达到标准 公司会以协议价回收 而品质特别好的 还会卖得更高 那么这批小马鞠 到底能给王大哥 带来多大效益呢 按我们的协议当中 这批马鞠子 我们要一万三收回来 但是王大哥 针对繁育出来的 这个马鞠子 品质上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公司决定 想一万五千块钱 收回这批马鞠子 来 走吧 王大哥 马鞠子我们公司 正式回收了 行 这是给您的一万五千块钱 您收的 收好了 被丢了 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植 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找到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康平当地过去 就有养马的传统 再加上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 这小马鞠 才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与此同时 格宣马业 还想把这个产业 作为当地的一个扶贫项目 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致富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 我们黑土地的大篷车活动 会暂停一段时间 但是活动暂停 我们的服务不停 想购买黑土地 人选的好种好肥 您记好了 用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 我们的服务不停 我们的服务不停